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前中国广州有知名火锅店被爆出使用口水油,也就是将客人吃过的汤底过滤后再使用。 近日又有位于深圳的烤鱼餐厅被查获用剩菜滤出口水油,餐厅老板还对警方说口水油对人体无害。 综合中美报道,中国深圳有一家生意相当好的烤鱼餐厅,但警方调查发现该餐厅老板指示厨师将客人吃剩的剩菜鱼扎过滤,回收内涵的油,然后煮沸让水分蒸发,加进香料,口水油就这样完成。 报道指出,餐厅老板和厨师都已被警方拘留。 警方透露,餐厅老板对于自己使用口水油的行径似乎毫不惭愧,还辨称自己是为了降低成本,且口水油对人体无害。 报道表示,使用口水油将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,罚经未销售额的百分之五十至两倍,若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,有期徒刑分为三到七年,若致死则可能被判无期徒刑。